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白羊妈祖文化节重现庙城文化享受平安洲 苏澳崇洋敬老百岁人瑞 李林碧亚传授阳生之道 罗东103岁人瑞王炳城最喜欢子孙满堂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09年10月19号的以来新闻 首先来关心重大的交通讯息 经过10多年的争取宜兰县铁路高架化 由行政院长舒贞昌的决议下拍板定案 预估在9年后 渴望完成四成站到东山排水桥的全面高架 未来将要拆除4座路桥跟9个平交道 对于宜兰整体的发展有很大的正面效益 而宜兰县长林姿庙除了感谢院长跟部长的支持以外 更希望中央在经费上可以帮助宜兰 对此舒院长指示交通部会尽力协助 行政院长舒贞昌政务员吴哲成 以及交通部长林嘉隆 特别来到宜兰了解铁路高架规划 还有高铁到宜兰的可行性 尤其线内铁路高架对交通经济观光有很大的效益 所以经过专业评估后 院长舒贞昌当场核定这项重大建设 让铁路高架不用一段高架 一段平面再一段高架 不用这样起起落落 而且可以让整个城市缝合 那底下都出来的土地空间又可以利用 高架以后有四个新的火车站 而且连宪政中心又新设一个火车站 等于是不但给宜兰铁路高架 同时也送宜兰五个新的火车站 拆除九个平交道 打掉四个路桥 由于铁路高架金费高达250多亿 其中县府必须负担50多亿 因此县长林志妙向中央喊话 希望行政院协助财政困难的宜兰 对此苏贞昌也表示 尽量精算减少地方的负担 我们的西南西北 我们的铁路的高价 总工程费要252亿 但是依然性要出50几亿 以兰官大家知道 我们的经济 希望议長可以把我们的50几亿 可以中央来给我们资源 来给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卖我们这么烦恼 因为50几亿进质 所以大家知道宜兰官的经济方面 所以希望应党補充 还有我们的政委 可以跟宜兰官的经济 帮我们帮忙一下 至于经费的负担 宜兰财政时代是很困难的 如果可以减少负担的部分 虽然这个有一个运算的机制 但怎么算可以让宜兰减少负担 也尽量让宜兰减少负担 反正这个国家的建设 能够早一天做好 早一天好 铁路高架从交系的四层 到东山的排水桥 预估九年后渴望完成 同时拆掉四座路桥 消除九个平交道 相对提升交通的顺畅跟时效 而另外各界关心 到底采用直铁还是高铁 通行宜兰 苏生商表示 依照权衡利弊 高铁比较适合 所以乐观其成 这项建设 高铁 直铁 那么整个平比 那觉得还是高铁 整体效益比较好 对旅客方便 对未来国家整体发展 也比较好 如果觉得可行 我也非常乐观其成 那也希望让宜兰大大发展 宜兰新闻记者张立林 采访报道 宜兰最大的宗教盛世 2020妈祖文化节 将在10月23号登场 除了有全宜兰县的祈福绕境 也要推广早期的庙城文化 所以10月23、24跟25晚上 分别在南方澳的南天宫 郊西泽兰宫 以及罗东文化工厂 重现庙城看戏跟民俗活动 其中在文化工厂 是加码举办了妈祖之夜 提供平安州来给大家品尝 还有歌星的演唱 欢迎全县的眩民 到时候可以踊跃来参加 妈祖文化节 为了重现早期庙城文化 马祖文化节活动 期间的三天晚上 在神尊住家的地点 规划精彩的民俗演出 跟热闹市集 希望邀请民众来戏棚看戏 还有节目欣赏 我们在周围的上次 是大好朋友 广东来的妙儿 看到了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节目非常尽量 比如我们刚刚出场 还有变连 川区的变连 还有街头艺人 还有我们的歌声 应有尽有 我们的歌声 还有大声音 唱声音 还有六月翁 所以這都很精采 邀請我們這裡所有的鄉親社團 我們來對媽祖來去世家 把我們的儀良觀的 隨著變化血素快樂 血素健康 大家鼠樓公衆來發展 這都是我們辦到的 我們一空一空 我們兩媽祖的分發者 這個鄉義 其中二十五號這天 更要在活動文化工廠 甚至舉辦媽祖之夜 由活動代言人、翁立友 跟多位歌星帶來動人歌曲 還有準備六千人份的 平安州品嘗 以及平安府的發送 廟城文化活動分別是 二十三號在南天宮 二十四號在郊西澤蘭宮 以及二十五號的羅東文化工廠 祇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 來關心縣內的工商發展 宜蘭科學園區經過宜蘭縣政府 跟竹科管理局的努力交商下 今年成果相當豐碩 不但有標準廠房滿足 園區內的第三家自建廠房 日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日前也舉辦開幕 未來會陸續有其他新的廠商 來準備開工動土 創造另外一波進駐高峰 讓園區的蓬勃發展是值得期待 在縣長林之廟 宜蘭市長江聰淵 以及日記公司總經理等貴賓 共同主持之下 宜科第一家建築的外商公司 正式開幕 日記公司主要從事工業用流量劑的 研發、設計、製造和販售 主要是用在半導體以及光電的產業 沒有受到這一波疫情 以及中美貿易戰的影響 業績穩定成長 今天我們宜科自由清建廠房的落成啟用 是完成公司在地永續經營 以完善員工良好工作環境的一塊重要拼圖 同時也是對提升國內量測產品的技術水準 及促進整體量測產業發展所展現的決心 日記公司在我們的宜蘭 在頭城鎮已經經營了15年 總共有100個員工 所以公司品質非常的讚 而且我們結合了產光寫 能夠在我們的日記公司 對我們宜蘭縣的蓬勃發展 經濟的發展 這都是非常的有幫助的 然後共同的對我們宜蘭縣來發光發熱 所以看到一個產業發展 可以在這麼有堅毅的信心之下 來做最好的推動 我們相信不管是在我們的宜蘭科學園區 或者在宜蘭整體的產業經濟發展上面 都可以看到我們今天日記工業 在打下這種很好基礎上面 作為我們最好的一個信心的一個建立 政府強調第四季還有四家廠商準備開工動土 將創造另一批進駐的高峰 宜蘭科學園區蓬勃發展指日可待 宜蘭新聞記者LINE福星採訪報導 南方跨港大橋斷橋事件發生至今 已經超過一年 在政務委員吳澤成的協調下 確定原址重建 工程相當浩大 加上重建的地點 緊鄰於市場安檢所跟道路 拆除的作業以減少震動噪音 跟揚程的方式來施工 甚至要採用海運的運輸 減輕對環境的衝擊 以免造成民怨 南方澳跨港大橋重建 一度因為位置問題卡關 後來經由政務委員吳澤成協調 最後拍板確定原址重建 施資8億4850萬元重建的跨港大橋 從拆除到重建工程浩大 且必須考量漁業與交通 以及居民的生活品質 因此從橋梁拆除開始 橋體先以煉具切割 再將剩餘土石方海運出去 減少震動噪音揚程 比如說我們的橋梁拆除 在這個地方怕影響到 附近的山拍市場 也怕影響到漁民附近的住家 所以我們用煉具的部分 整個把它鋸了以後 一段一段吊裝 吊裝運到我們的拆解場 我們再去打租 不會在現場去做打租 我們在這個地方做切割 煉具切割以後 我們用船海運運到我們的處理場 另外在我們的第四港區 這個地方前海照路 也就是我們的節能減碳的部分 由於大橋緊鄰第三漁港拍賣市場 安檢索道路 工程以不影響漁船 及漁市場作業為前提 採用懸臂施工法 維持航道通行 另外更規劃增加側車道 以利於市場車輛進出 同時增加護岸設施 避免損及建物 同樣的未來的施工 也不能影響到整個市場的營運 所以我們對於橋增的部分 我們會跳島式的施工 免得影響到整個運輸的部分 整個側車道的部分 我們也增加了一邊 本來只有在藍色的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原來雙向通行的 三胎市場的側車道 連外道路 我們現在增加了北側 紅色這個部分的連外道路 這個部分未來都會有兩個車道 兩個車道來給大家去使用 讓整個交通的運轉更方便 四外安全站的這個部分 為了整個房屋的安全 我們也用玉壘莊的施工 我們整個施工區 都特別的安排 避免損及零防 跨港大橋施工重建 納入漁民需求來規劃 也在日前順利動土 預計在111年的10月前會完工 讓南方澳恢復環狀交通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翰採訪報導 這個禮拜天就是久久重陽節了 而蘇澳鎮今年滿百歲的人瑞 李玲碧雅 待人是客氣又有禮 蘇澳鎮長李明哲趁著重陽節之前 來到阿嬤的家中 獻上重陽禮金跟豬腳麵線 祝福阿嬤可以永遠健康快樂 而阿嬤的養生之道也非常簡單 就是保持輕鬆的心情 蘇澳鎮百歲人瑞李玲碧雅 今年滿100歲身體健朗思緒也非常清楚 看到鎮長李明哲到來 就像看到孫子一樣開心 不但頻頻道謝還會反過來虛寒問暖 對啊 大家都很幸福 對啊 大家都很幸福 很好耶 我現在也不敢走好而已 對 但是也不要走像這樣 家裡不走 我當時就女兒子陪你去摸散步 在今年從符合這個條件的 我們總共有5366位的長者 那公所也已經開始開放 開始來發放這個重陽禁老金 那我們會透過里長來發放 也向我們蘇澳鎮公所 蘇澳鎮公所也跟里長 一起來向我們蘇澳的所有的長者 來致意 重陽節快樂 阿嬤耳聰慕名行動自如健康狀況良好 生活起居大都能自己達理 而且記憶力也好 至於阿嬤的養生知道則非常簡單 就是保持輕鬆的心情 阿嬤你有什麼閉嘴嗎 皮膚這麼好 這麼長時間 為什麼閉嘴 比較吃麵 吃麵 吃麵 配菜 吃麵 配菜就好了 簡單吃 心情耶 生命也不錯 我會拿錢 錢都好 有的 才會算錢 阿嬤要拿來做什麼 紅包要拿來做什麼 對 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要用就拿來用 要用就拿來用 要買什麼 我家裡說自己要買 我現在這樣做我不會說 都把好的 老孩子都是這樣 重陽節快要到了 為了表達對長輩的祝福及敬意 蘇澳鎮公所從去年開始 每年提高重陽敬勞禮金 而蘇澳鎮今年有四位百歲人瑞 禮金與禮品由鎮長親自送到家 祝賀長輩富貴長壽 身強體健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翰 採訪報導 針對九九重陽羅東正公所 除了送上65歲以上長者 重陽禮金外 也親自來探訪關懷百歲人瑞王秉承 執政重陽禮金跟主角面線 今年已經有103歲的王老先生子孫滿堂 最開心的是就是看著自己的孩子們 快快樂樂的樣子 而看到鎮長過來祝福 他也客氣的頻頻感謝 羅東鎮長吳秋林在重陽節前夕 探訪今年103歲的百歲人瑞王秉承 送上兩萬元敬勞禮金和豬腳面線 並和老人家話家常 祝賀佳節快樂 好嗎 我們也是希望對這些長者的尊敬 因為這些長者在社會上 因為有他們辛苦的付出 所以才會有這樣我們社會的一個 和樂的一個景象 所以我們也期盼 其中的這個感恩的心 要感謝這些長者 對社會對社會的付出 喜愛田園樂的王秉承 90多歲時還能獨自外出種菜 這幾年因為中風而行動不便 大多都待在家看電視 最開心的事情就是看到兒孫回家 而今天鎮長送來祝福 也客氣的頻頻致謝 現在讓林林總統孫子加起來有幾個 三十 人做到他做 差不多三十個 真的是祖孫滿堂的 家族成員就要有三十幾個 三十幾個 過年的時候就要 我們要仔細開三四桌 養桌 那阿公最喜歡什麼事 他現在沒什麼事情 就是起床就看個電視這樣 看電視 日記這樣 你平常是最喜歡吃什麼 我 最喜歡 是 沒有 在家裡吃飯 沒法吃吃 就吃 你不肯吃就對了 有什麼 你乖寶寶咧 羅東正今年有十四位百歲人瑞 崇陽節不僅是向老人家表達敬意 也是提醒為人子女儘管工作忙碌 也別忘了向長輩獻上關懷與祝福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採訪報導 謝謝 同樣是慶祝九九重陽節 郊西鄉公所跟代表會 也特別拜訪了鄉內的百歲人瑞 送上盡勞禮金跟健康禮品 祝福長輩身心健康 而郊西鄉滿70歲以上的鄉民 有4400多位 都可以收到重陽禮金 從七百元到一萬兩千元不等 教系鄉長張詠德跟代表會主席 郵建章 以及公所團隊跟多位代表 來拜訪鄉內百歲人瑞 送上長陽禮金跟禮品 而且鄉長就是撥紅蛋 主席則是幫人瑞 餵上豬腳面線表達長壽的祝福 教系公所表示 年滿七十歲以上鄉民 有四千四百四十三人 都能收到重陽姐的紅包 其中百歲人瑞就有十二位 各位代表 各位傳統 中央節這個正式 本人要緊代表公所 要來祝福到我們大家 我們管來所有的老人中部 大家在中央節快樂 我們今天公所一年一度重陽 今天獲得雷金 今天獲得一百歲的全鄉 我們每一位 每一位老公和老婆 百歲人瑞 我們非常健康 我們大家看到的 我們老婆 都會很福到大家身體健康 沒辦法 自己都吃東西 都非常方便 這代表我們大家好山好水 七十歲以上的鄉民 會有七百元的禮金 八十歲以上有一千元 九十歲以上則是六千元 至於百歲人瑞 則有一萬兩千元 祝福阿嬤 祝福快樂 吃百年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的寶 同樣也是校園的消息 宜蘭市公所長期來推動雙語城市 期盼可以提升宜蘭市的國際能見度 因此三度跟財團法人 聯合國際教育基金會合作 來舉辦印象藍陽英語競賽 鼓勵同學們把所學跟生活來做結合 透過英語介紹 讓國際可以了解藍陽平原之美 以及文化歷史的深度 比賽運用英語來演說 不侷限學生表演的方式和使用的素材 可以自由發揮 以創意的方式來表達對南洋的印象 我們都在新城市 我們都在新城市 有很多網絡網絡網絡 我們仍然來到宜蘭市 因為我們有很好的環境 市長江中淵表示 宜蘭市升格八十週年 具有豐富的人文史跡以及精彩的故事 藉由國際語言來傳達宜蘭的在地文化 歷史建築以及宜蘭人的友善和浩客 讓更多國際友人來到宜蘭 一起創造美好的回憶 我們希望說在國際的推銷城市上面 能夠加入在地的一個元素 所以這個主題都是利用我們在地的題材 讓我們參賽者去盡情的發揮 在我們在地裡面 他可以當成自己是城市的代言人 或者是在行銷城市的一個推銷人 在這一種角色的一個扮演上面 加入我們的國際語言嚴肅 來做最好的一個推廣 讓我們來越在地越國際 印象宜蘭英語言說比賽 並不是只有在地 而是我們把結合了全球百大 他們要的孩子的特色都放到裡面來 我們在很寬 就是讓孩子在很大的範圍內去表現他的特色 但是用英語的方式 用就是愛宜蘭愛台灣的方式 用他非常特色去表現出這個活動 我們每一年都有一些一級的比賽 還有在我們的課堂中呢 也推展了雙語政策 而結合了雙語跟科技化 讓我們一校一課堂 一課堂一班級一領域的沉浸式雙語 那很感謝這個基金會 今天辦理這個英語競賽 讓我們一百所的學生們 都可以參與這個比賽 英文比賽它的目的 是要讓大家能夠接觸英文之外 更能夠了解南洋印象印象 南洋的各種的市地物都能夠知道 更能夠讓所有的機構們 發掘到好的人才 比賽分為國小組 國中組以及高中組 並從即日起到 10月28日受理報名 歡迎小學三年級以上的學生 踴躍來報名 共同傳承並推廣 宜蘭的特色文化 國際家在地 印象南洋 歡迎來比賽 戰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星採訪報導 新聞最好來關天氣跟中央旗下表示 明天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北部跟東北部天氣稍涼 其他地區早晚天氣也偏涼 而基隆北海岸 跟台灣東北部地區是 明天沿地區是 應有雨的天形態 將有局的預測是70% 氣溫是22到25度之間 繼續要關心雨月氣象 以上今天一來一新聞 我是劉耀珍 感謝你的收看 祝福大家一切平安順心 我們明天同期間再會